大家好我是奈妮 那你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當年的衣服啊 然後就是像我影片這樣子 在袖子這裡破了一個很大的洞 那要該怎麼去補呢 好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 你在這個 破的洞的這個 這個洞然後下面先墊 墊一塊布 然後再用縫紉接 然後在這個洞上面 來回的車縫 壓線這樣子 就是利用那個 壓線然後去 蓋住這個洞這樣子 好然後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用手縫的方式 那我今天是要用手縫的方式 來補這個洞 那我先把袖子翻到背面 那我會 我今天會使用兩種 針法 好那 我們先把布 因為他剛好是破一個L型 L型的布嘛 那我現在呢 先把布堆齊 我把鏡頭調清晰一點 現在呢 先把布堆齊好 抓好 把它對起來 這裡有一個小角 所以這裡 好 抓好之後 就來來縫了 那我先把他縫固定起來 先用第一個針法 把縫固定起來 那這個呢 這個針法 我有忘記 他叫 他好像是叫 捲邊縫 那他 這個 欸 這個是 捲邊縫 然後另外一個好像是叫布邊縫 對 但 但我又 我是用捲邊縫 對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使用 另外一個針法 所以 先簡單的固定起來就好 好 這裡有個角角 好 到有這個角角了 再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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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 再翻過 一邊 再翻過 一邊 一邊 那邊 甚至 一邊 來 一邊 也可以 就會 再翻過 祈祷 祈祷 像我這裡再補一陣 好之後呢打結 就把線頭剪掉 好那縫好之後就把它翻回正面 放回正面呢它就是會長這樣子 對我剛剛只是用固定 用那個捲邊縫把它固定起來 應該是講捲邊縫 對我有點忘 然後把它先固定起來 再來我要用另外一種針法 好再來我要使用第二個針法 那我先把那個線從裡面穿過去 從裡面穿 把針從裡面這樣子穿過來 是因為我要把線頭藏在反面 這樣子你的線頭才不會出現在正面 好那猜一下我要 我要用什麼針法去縫 縫這個洞 讓那個線頭 讓這個線看起來不會那麼的明顯 那就是長針縫 我特別喜歡用長針縫去縫那個衣服 就是左邊一針 右邊一針 我覺得我這一支針有點 有點不 有點好像鈍鈍的 好 左邊一針 右邊一針 這一塊布呢它本身 彈性 它雖然是彈性布 但是彈性沒有很好 所以 拉的時候可以稍微用力一點 再加上它本身也有點厚度 再用最後用 我先用那個 捲邊縫呢 把我的洞呢 給它 固定起來 把這個洞先把 把破掉的洞 把洞呢先固定起來 那最後呢 我再用長針縫呢 把它縫牢固一點 如果說你家裡沒有那個縫針機的話 要用索縫的話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縫它 那我會建議你那個 線啊 最好是跟 用跟衣服一樣的 顏色的線 因為我要示範給你看 所以 我才會用那個 比較 會比較 反差比較大的 顏色的線給你看 你看 因為我記得之前 之前有那個 有那個網友 之前講話又很乖乖 之前有那個網友 他留言給我說 你那個黑色的 黑色的衣服 應該是要用黑色的線 然後用其他顏色的線 對 那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要示範給你看 這樣你看了才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剛剛那個廢話過程中 我也快縫好了 好 縫到這裡呢 我已經快要縫好 那縫好補好之後 他的這個洞呢 就會長這樣子 就會如果說 你不喜歡用那個 你不喜歡用縫韌劑 然後在上面一直 來回壓線這樣子 車的話 如果你要用手縫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就是 先用那個 先用那個 卷邊縫呢 把你破掉的洞 先固定起來 固定好之後呢 再用長針縫呢 把這個洞 慢慢的把它縫合起來 對 那因為你用了兩種針法 去縫 縫合這個洞 他也會比較牢固一點 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個 這個手縫了 那個補破洞 就到這裡結束了 好 好